這印度變種病毒株似乎已經在全策蔓延開來了 在英國有90%的確診個案都為印度變種病毒 而美國雖然只有10% 但是可能在一兩個月確診可能會攀升至過半 也就是說有五成的民眾確診可能都會因為印度變種病毒株 而且跟英國變種病毒株比起來 這印度的變種病毒株它的傳染力是更強的 所以現在精神科醫師沈正南他就擔心說 我們的國產疫苗保護力到底夠不夠 因為根據外媒刺隔針他的分析就指出 針對目前的兩大變種病毒輝瑞疫苗 就算你施打兩劑也只有73%的保護力 所以這當然AZ疫苗的保護力更是讓人堪憂 沈正南也提到說目前我們的國產疫苗 並沒有三期試驗的 所以我們只能用中和抗體效價來猜測 這個疫苗的保護力到底有多少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 接著growth 行動 後輩 誓見 稀